我明天去屯一屯库存 看看大宝咋说 有人呢他呢 大宝又来了 他是不是来要货 你让他进来 让他进来吧 哥你咋找的人看到 我真是服了 不能一直待着他吧 我看他怎么说 来你们俩别说话 我看他怎么说 看他是不是急了 好不好家人们 今天对 一宿都 你在干嘛 我不是 刚跟你说了吗 其他 这个 这个脑黄金记忆一号 九十九八盒 然后 你不是说 你卖了迷你回来 然后给我钱吗 我卖了 行吗 八盒 九十九八盒 哎九十九八盒 我不用你还 我自己会卖 唐唐唐唐你 卖 卖就卖了 也就算了 你怎么 怎么 把这个 雲姐这个价格 都给打这么低 那我以后 还咋做啊 你来是干啥的 问你 你来是干啥的 那就别做了 你是不是看到998盒忒便宜了 你憋不住了吧 那五十单我还没找到你呢 但凡有证据 咱走着看 坦坦我找你 跟这个其实就两回事 但是你真的 你相信我就好 那你现在来是干什么呢 我现在来就 第一个我也想见你 第二个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卖 卖便宜了呗 第二个是真的吧 那你觉得我第二个是真的 那你就这样认为 反正你现在也不相信我 家人们下播 我不炸了 家人们我不炸了 我今天 我今天真的发烧 我难受 但是我 那既然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吧 那我知道怎么办了 我知道你发烧 你怎么把 总是把我想这么坏了 事实在这摆着 你就是这么坏 你做的事就是这么坏 我爱你也是真的 我不想让你出 也是真的 我一声我就不可以说了 你懂不懂有一句话 家人们 你站着我让我哥坐着好吗 我就告诉你啊 你这次又回来 你这次回来 三句话 不离那个 卖亏了是吧 你能听出来了吧 这不用我说了吧 唐唐 你爱他 我看你爱的不是他 爱的是钱 啥都不是 你是不是看到 我再有一个东西出来 你卖的比你还便宜 我跟你讲 家人们 我只跟大家说一句话 我今天晚上理解一句话 叫什么 大宝你记得 这是我堂堂跟你说的 你不能记要也要 我不知道家人们 你们听懂我这句话 什么意思没有 你现在就是 记要也要 你为什么觉得 你什么都可以得到呢 家人们 我说的对不对 他就是既要 也要 还要 我要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以幸福吗 一个字 贪 啥都不是 真的 没真的 他说 家人们 我 你得听我解释 好你别说话了 家人们 我今天真不舒服 我不炸他的货了 我不炸他的货了 家人们 等一下我就下车了 我下波了 你 明天 该去哪儿 去哪儿 或者你 思考一个问题 你只能要一个 你要啥 家人们 我说的对不对 我要你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你只能要一个 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要你 你啥都想要 你想要的太多了 你想要的东西 不包括我 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 这个 福利堂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的 家人们 福利堂里面 有我的米 知道吗 福利堂里面 有我的米 代理也是我的 要不然 你把米米付了 你该干啥干啥去 要不福利堂 你不要了 说句不好听的 家人们 我做个大善人吧 我赔点米 我给直播间的家人 我也能出 我也无所谓 大宝 要不 你不要跟我 谈福利堂 你直接走吧 家人们 我说的对不对 我堂堂陪得起 这个米米 你给我了 咱俩以后再也不撤 福利堂的事 你离我远远的 要不然 把这个东西 当时堂堂出了多少米米 或者是代理当时 该给人家云姐多少 给人家去 不要再刷我的脸了 知道吗 你选一个 你如果 代理也给不出人家米米 或 你也还不了米米 你就不要再给我提 福利堂这个事了 堂堂 我现在 你不要给我提感情 家人们 我现在不给你提感情 我现在只跟你说 两件事 都是关于这个货的事 家人们 你们支持堂堂的决定吧 第一 福利堂品牌 该多少米米 把这个米米 堂堂不要 给到云姐 或者我就说 你已经刷过我的脸 拿到了 那咱就是 打个折或者啥的 堂堂欠出去的人情 你多多少少 给人家云姐安排一下 嗯 我可以给你做这个中间人 因为毕竟 你代理你已经拿到了 对不对 你多多少少 比如人家200个 我不说200个了 大宝你会做人一点 你给人个三个五个的 嗯 买个小包包啥的 对不对 也算让云姐觉得 你知道感恩 家人们 我说的对不对 对不对 咱们做事 是不得这个样子 你不要再刷我的脸了 你过去 你哪怕 你说我 云姐我现在确实困难 你这个东西给我吧 我以后赚了 我给你 就是咱一表心意 以后不要再去刷我堂堂的脸了 你去继续干你的福丁堂 要不然 你这个东西 你不要再要了 包括你压在那的货 跟品牌都不要再要了 我堂堂 哪怕亏点 我在直播间出了 那是我的事 你以后都不要再提福丁堂的事了 因为福丁堂是我的资源 那是我姐的 好不好 家人们 我堂堂讲道理吧 我不管 可能今天晚上也有大宝的粉丝在这儿啊 我觉得既然要分开 咱们分得清楚 咱就得这么分 不这么分 真的不行 你知道吧 对吧 我不是说为难大宝啊 我让你福丁堂的品牌 该拿多少米 拿多少米 你最起码 咱们会做人 咱得给福丁堂的老板 安排安排 对不对 应该要做这个事情吧 对吧 至少说你以后 你去给人云姐打招呼 云姐卖你的面子 不是卖我堂堂的面子 你不要再去刷我的脸 哥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因为那毕竟是我的资源嘛 他如果再做 他是不是一直在刷的 都是我的脸 懂得都懂 对 这些道理 对 然后你考虑一下 我说的你 既要还要也要 就是这样子 你又想 你又想 跟小慧怎么样 又想花装品也做 又想福丁堂也干 又想我还跟你在一起 你想啥呢大宝 我是傻 但是我不是250啊 想多了吧 好不好 我现在说让你二选一 不是说我跟霍 你把我跟霍 放在一起的这一刻 你就已经在侮辱我了 知道吗 我 没有我这个选项 只有两个 你说完吗 我没说完 要不你做 该出多少出多少 要不然 你别做了 以后再别给我提福丁堂的事 咱俩花装品那事 该怎么结就怎么结 前面差多少就差多少 福丁堂以后跟你没关系了 好不好 好 我说完了 好 你回去想一想吧 家人们疼到今天说的没毛病了 好 你的啊 来 别再回来了啊 我说一点错没有吧 支持堂堂打过个支持 我堂堂没有不说不给人留活路 对不对 因为毕竟分开了 你不能说 你跟我分开了 我的资源你还要 我这儿的秘密你还正吗 我让他想清楚 明天跟我说 好吧 每次都是这样 没有我这个选项 没有我这个选项 只是看这件事情他要怎么处理了 生意这个事情大家怎么处理了 对不对 大宝的粉丝你也不要心里面那个啥 不要那个啥 我没有说把大宝逼到绝路 就这么说吧 大宝的货 比如说福林堂 20个W的货里面 最起码有10个W是我堂堂处的 那10个W我堂堂不要了 你该不该把那10个W出了 对不对 你这个品牌 你这个品牌好 人家外面拿代理200个 你大宝没有你 你该不该拿两个 对吧 人家拿200个你拿两个 你给云姐买个包 或者买点啥 你去云姐那说 把这人情还了 说以后我跟你云姐联系 没有堂堂的事 应该吧 因为他不出一点的话 那永远刷的都是我的脸 对不对 如果因为云姐 哪怕收了他这么一个包 收了他这么一个表 对不对 以后跟我没关系了 那是他们的情意 就结束了 假如我不会把事情做绝 但是看他的本事 要出来大家 我告诉大家 要出来做生意 要为人处事 要为人 他就得自己去 那个啥 我堂堂绝不挡别人的财路 我绝不会说 背后使什么绊子 我不是这种人 毕竟那个啥 我甚至还可以帮他美言两句 那这事就结束 看他明天怎么说吧 嗯 家人们没有给这号点关注 点点关注 今天唐头真的发烧了 不舒服 我不炸他的货 我就看他怎么说就行了 明天 明天我们聊 好不好 赶快睡吧家人们 拜拜